我可以啦 接下来是浇水 我 我先着 我力气大 浇水又不用力气 不用我啦 你别跑 说好你最后一个家的 你拿不到 你拿不到 看我拽晕你 真笨 好脏呀 我变成你爸小孩啦 都怪你 你去道歉 谁让你拽着我不放呢 你去 小姑姑别哭啊 有阿姨在 你们两个太淘气了 我带小苹果去换衣服 你们好好想想 希望你们做个 勇于承认错误的孩子 当着大家的面道歉 太没面子了 我想出了一个道歉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画一封道歉信 把道歉信绑在虫子身上 让它飞到小苹果面前 帮我们道歉 真好玩 小苹果肯定会原谅我们的 我知道那里虫子多 走 跟着探险大王出发 快去 拜托了 帮我们把盗窃器送给小苹果 小苹果 小苹果在里面 我们怎么道歉呢 我妈妈生气的时候 爸爸买个礼物 一哄就好 是个好办法 我这里有新买的卡通橡皮 可以送给小苹果 这是我最喜欢的夜光弹力球 也送给小苹果做礼物吧 嗯 送礼物道歉 我来把它们组合起来 好 我已经用道歉信包住橡皮和弹力球了 这次我来丢 谁打我 棉花糖 皮皮 你们又欺负小苹果 还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不是故意捣乱的 我们也没欺负小苹果 我们本来是想向他道歉的 这是我们画的道歉信 卡通橡皮和弹力球 也是送给小苹果的礼物 对啊 之前我们想让虫子送道歉信搞砸了 这次用礼物又搞砸了 原来是这样啊 道歉其实不需要礼物 只要能发自内心亲口说出来就好了 是吗 小苹果 其实我们早就想跟你说对不起了 就是不好意思 对对 总是说不出口 你可以不生我们的气吗 其实我早就不生你们的气了 真的啊 只要你们别拿大虫子吓我 别用橡皮打我的头就行 道歉的话其实很简单对吧 是啊 早知道就不做那么多傻事了 哈哈哈哈 小燕子来我家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谢谢 小燕子真好听 小燕子真好听 是啊 小燕子为什么春天来这里呢 燕子是候鸟 千禧回来就标志着春天来了 燕子还是一鸟 大家如果看到了一定要保护它哦 好 有 月月老师 燕子这么可爱 我还没看过真的燕子长什么样子呢 好遗憾呀 我也没见过真的燕子 这个 云朵妈妈 我好想见一见真的燕子呀 燕子呀 在我小的时候很多呢 那为什么现在看不到燕子咯 小苹果妈妈发朋友圈了 有燕子在毛树家筑巢了 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云朵妈妈 我到毛树家去看燕子啦 嗯 燕子好可爱呀 和这里穿的一模一样呢 嗯 真好看 飞得真高啊 孩子们 我要去小卖铺了 你们看完燕子就早点回家吧 好 燕子飞累了 让它休息一会儿 我们在这里等着 你们怎么还没走呢 燕子在睡觉 我们在等它呢 哎呀 燕子不出来你们不走 当我去店里干活 我要收门票了 毛树童你们开玩笑的 让燕子出来还不容易 等着 怎么能让燕子在我家住巢呢 云朵妈妈 我也想让燕子在家里住巢 好 燕子喜欢干净的环境 咱们把家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燕子就会来咱家住巢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燕子来我家咯 小燕子穿花衣 焰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诶,燕子为什么不进来呢 嗯 我有办法 这是最美味的面包屑 燕子一定喜欢吃 好像大家都喜欢吃 不准偷吃 燕子不喜欢我家 对不起 棉花糖 是妈妈把燕子吓走了 马叔 不要除掉燕子窝 燕子闹腾吓人 鸟窝还掉渣 太脏了 必须得除掉 可是除掉燕子窝 燕子就没有家了 马叔 可以把燕子窝挪到我家呀 挪窝 挪窝是个好主意 我和棉花糖欢迎燕子来我家做客 好吧 不过挪燕子窝窝可不会 还是请帅哥哥来帮忙吧 输屋即凉快 又有许多小蚊虫 是筑巢的好地方吧 谢谢帅哥哥 以后我每天都能看到燕子了 不客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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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